巫统成功挑战登加楼甘马晚选举成绩 推翻了一党国会议员 泽阿里亚斯的胜选结果 甘马晚选区的选民望莫哈·墨西山 提起了选举诉讼 指控一党甘马晚区国会议员 泽阿里亚斯在第15届全国大选期间 利用政府援助金计划进行会选活动 法官安斯林在判决时表示 法庭接受了登加楼巫统的上诉申请 认为在竞选期间 州政府的援助计划存在贿赂成分 只在获取选民支持 他还宣布 答辩人还必须支付3万令吉的诉讼费用 登加楼法庭的这一裁决 推翻了泽阿里亚斯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的选举胜利 这也意味着未来将再有一场补选 独立传教士旺吉旺胡英 被控侮辱雪兰娥苏丹沙拉福丁殿下罪成 并上诉失败 上诉庭下令他服刑9个月 即日生效 旺吉曾经是林冠英在担任 槟城首长时期的助理 他于2012年11月 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 涉嫌侮辱雪州苏丹沙拉福丁殿下的教课影片 随后遭到伊斯兰组织的举报 并因煽动法令被判处9个月监禁 他随后入禀上诉 而控方也提出反诉 高庭将判刑期延长至一年 最后 旺吉再次提起上诉 但上诉庭在昨日驳回了他的申请 将刑期恢复至最初的9个月 并从昨天开始执行 上诉庭的法官拿督哈达利亚为首的三名法官 一致裁定驳回了旺吉的上诉 他在宣读判词时表示 旺吉的上诉没有法律依据 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 他是该脸书页面的持有人 然而 捍卫自由律师团LFL 呼吁首相安华 西蒙以及雪兰娥州务大臣阿米鲁丁 向雪州苏丹建议赦免忘记 LFL在今天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这一请求与联邦宪法第42条文相符 根据宪法第42-4B条文 苏丹可以根据雪州特赦委员会的建议 授予宽恕 他们指出 根据宪法第42-5条文 阿米鲁丁是雪州特赦委员会的成员 LFL的声明中还提到 不仅西蒙和阿米鲁丁 作为首相的安华也不能保持沉默 他曾在反对党时 评论了忘记被控的事情 他引用了安华在2019年的一份声明 当时他反对高庭对万基 另一名被控者的指控 认为判决过于严厉 不符合民主转型的精神 LFL强调 现在作为首相 安华有责任纠正对忘及所犯不公正行为的情况 旅游 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庆幸指出 最近在丹州发生的非穆斯林穿短裤遭开罚事件 以及一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发表的 有关党州政府有权禁止非穆斯林穿着不端装的言论 导致种族极端分子滥用权力执行家法 已经让即将前来马来西亚的游客 感到他们的个人自由受到侵犯 他在自由今日大马的报道中提到 他并没有特别针对几打州发表上述言论 但不能否认存在一小部分人滥用权力执行江湖规矩 这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议 因此整个问题需要被认真对待 他解释说 他的责任是了解各州面临的旅游业问题 如果现有问题被提及 各方应该认真对待并寻找解决方案 而不是忽视问题或视为不重要的事情 他补充说 我提出这些建议纯粹是为了改善 和纠正我国旅游业的不足 而不仅仅关注几打州或其他任何州属 他感谢两位政要的邀请 但认为如果在他走访当地时 仍然会遇到这些问题 那将是不妙的情况 他呼吁几打州务大臣沙努西 优先考虑几打州人民的福祉 希望他能与哈迪阿旺商讨 如何推动几打州的发展 而不是不断发表伤害当地旅游业的 所有单位都应相互尊重 不应强迫他人遵守个人信仰 因为个人信仰是宪法赋予的人权保障 他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推广 马来西亚的旅游业发展 以恢复旅游业昔日的辉煌 针对行动党已保东区国会议员李存孝 自行诠释古兰经遭一党抨击的事件 诚信党主席莫哈默沙布公开指责一党似乎很善望 他解释说 伊斯兰党已故精神领袖丹斯里尼阿兹在事时曾表示 古兰经文是为全人类而存在 并不仅属于马来人 莫哈默沙布指出 在明年时期 巴东色海区前国会议员戈巴拉克里斯南 在公开演讲时会引用古兰经文 而在场的伊斯兰党成员都会微笑接受 但现在却指责非马来人念古兰经文 他举例提到英国歌手Cat Stevens 他曾表示自己皈依伊斯兰是因为阅读了古兰经 而许多其他杰出人士也有相似的经历 莫哈默沙布之以为何在马来西亚 古兰经文似乎被局限为只属于马来人 尽管古兰经是为全人类而存在的 他表示 非马来人的行动党成员只是念出古兰经文的解读翻译 而不是古兰经文本身 却被指责推崇自由主义 并容许非穆斯林解读古兰经 莫哈默沙布名言 如果非马来人根据古兰经发表言论 丹斯里·尼阿兹会赞赏 他还表示 在伊斯兰党领袖和尼阿兹之间的选择 他会选择后者 他警告说 这些事件将导致各族和宗教之间的不和谐 因此应该制止这种情况 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表示 该部并没有质疑消费税GST的优点和缺点 而是目前不是重新启动这一税收机制的时机 他指出 政府的立场是 马来西亚仍然处于后疫情复苏阶段 同时面临着全球经济不稳定和地缘政治动荡等各种挑战 他说 因此 在目前经济情况不太令人乐观的情况下 政府不打算重新实施消费税 沈志强是在昨天的国会部门总结中 做出上述表态的 他进一步解释 这不是关于消费税机制本身的优缺点 而是关于它是否合适 我们必须在正确的时间采取正确的行动 他还指出 如果在错误的时间采取正确的行动 将会给人民带来负担